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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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哇! 遠遠的山頭 就是若隱若現 就是日本的地標 在2004年拿到世界文化遺產的 富士山海拔 這邊大概有三千八 哇 白色艾艾的山頭 富士山頭就在我們正前方 富士山頭 我們要到富士山的另外一側 也是比較偏向於東邊的部分 就是等一下我們去了雅梯的滑雪場 你可以看到在這邊的 你看 全都是所謂的叫 不知道是什麼樹喔 這邊你看 幾下全都是 白雪覆蓋 幸運的是在上個禮拜 在整個關東地區下了一場大雪 才有這樣的升級 不然我們真擔心了 這次滑雪反而沒有雪可以滑 就很辛苦了 人造雪的跟天然雪的綿密的質感 是完全不一樣的